1992年10月,已经88岁高龄的邓公叫来了军委副主席刘华清 想要看一看中央军委制定接收香港的拟定方案 刘华清将方案取来后,邓公仔细盯着方案审阅良久 看完之后,邓公眉头紧锁,不满地批复道,软了 邓公之所以做出如此评价 是因为这一方案虽然明确了接管的具体步骤 但却没有做好应对英国撕毁协议的准备 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立场必须是坚定的 不留任何回旋的余地 这并非是邓公启人忧天,而是有过一次前车之鉴的教训 早在1984年5月,就有一位领导不慎踩中了对方的圈套 说出了一句软弱的话,可以考虑不驻军香港 这句话立即被刻意发酵成了香港回归后 中国政府不会驻军 邓公得知后愤怒不已 亲自出面在记者面前辟谣,坚定强硬地宣称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我们恢复行事主权后,有权驻军 没有驻军的权利,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而针对接管香港的方案 邓公高屋健林地向刘华清说了两句话 消除了香港回归的潜在危机 香港回归之路究竟有怎么样的波折呢 邓公说了哪两句话,使得香港得以顺利回归呢 1949年,人民解放军视如破竹斑解放了深圳 面对近在咫尺,承载着百年来国家与民族血泪 与驱逐史的香港 解放军战士们激动万分 满怀袭击地等待毛主席下达解放香港的任务 然而战士们左等右等 最终却等来了他们意想不到的结果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共中央 决定暂时不动香港 解放香港一如反掌 毛主席为何会放弃这一大好时机呢 其实早在1月至7月份期间,毛主席 周总理等人就已经开始思考 处理香港这个中英历史遗留问题了 香港始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领土主权问题不容丝毫动摇和妥协 但为了新中国的长远利益 打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经济制裁 政治孤立等方面的封锁 毛主席打算以贸易繁荣的香港作为与世界进行经济和政治沟通的桥梁 新中国不同于过去软弱可气的清政府或是北洋政府 英国如果想要维持在香港的既得利益 就不得不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 而事实也正如毛主席所料 英国不甘心放弃苦心经营多年的香港 成为了资本主义阵营包围封锁新中国的一大缺口 这一策略妙就妙在 这是一部可吃可不吃的活旗 新中国既有着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收复香港的实力 又故意不给予表明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这掉足了英国的胃口 不得不迎合新中国的需求 以换去继续维持香港现状 1960年 英国率先沉不住气了 派出蒙哥马利元帅来试探新中国的态度 蒙哥马利在访华时气势汹汹地提出 香港是英帝国的一部分与中国无关 而毛主席对此并未回应 而是批评了英国在台 在问题上的立场 闭口不谈香港问题 英国这种色立内人的威胁没有任何意义 关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 毛主席和周总理有着清晰的认知 1972年10月 周总理会见了路易斯 海伦 向其明确披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最后期限 当租解条约到期时 两个国家必须进行谈判 周总理还十分具有远见的指出 香港回归后可以保留其制度不变 这是一国两制概念的处境 1974年5月 英国前任首相西斯莱华进行访问 毛主席与西斯展开了对香港问题的讨论 在会谈中 毛主席也同样提出 中英两国应该在1997年 进行对香港的和平交接 香港回归的初步蓝图 已经被两位领袖所勾勒而出 只可惜他们未能在有生之年 亲眼目睹香港的回归 而这一未竞之夜 百年历史的重担 就落在了邓公的身上 20世纪70年代 随着租金实现越来越近 许多国籍投资者开了 2009年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是在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撒基尔夫人展开了正式会谈 会谈刚一开始 双方之间就有了剑拔弩张的意味 撒基尔夫人依然是正金危坐 摆出了一副先生夺人的气势 中国政府必须遵守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 任何手段都不能消除他存在的事实 可撒基尔忘了 眼前之人可是在战争年代走出的铁血领袖 又怎么会惧怕一个铁娘子的威胁呢 邓公办靠在沙发上 但然而坚决地说道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英两国要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谈判 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 撒基尔夫人紧接着便抛出了一个陷阱问题 声称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 邓公一眼识破这一伎俩 马上反驳道是三个问题主权问题 我们在恢复香港的行使主权后实行的制度问题 香港回归前的15年过渡其中 怎样为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的问题 见邓公态度如此强硬 撒基尔夫人值得同意了邓公所提出的三个问题 随后话锋一转 认为香港现如今的繁荣是由英国所带来的 因此只有在英国的管辖下才能保持现状 说到这里 撒基尔夫人颇为得意 用威胁的口吻说道 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 那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将会带来很大影响 如果中国非要收回香港 将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公文言严厉地说道 如果在过渡时期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 那中国政府将被迫重新考虑 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确 如果英国不接受和平谈判的方式 那中国将不惜考虑 用各种手段让香港提前回归 撒基尔夫人在国际交往中 虽常常扮演着铁娘子的角色 但在邓公面前 未免还是有些年轻 撒基尔夫人听完邓公的言论后 无言以对 最终只得接受了 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香港问题的提议 会谈结束后 撒基尔夫人一脸落寞地从人民大会堂走出 结果在走下台阶时不慎跌倒在地 虽然撒基尔夫人起身后神态自若 尽显铁娘子本色 但这一幕还是被记者所拍倒 瞬间占据了各国新闻的头条 此次会谈结束后 中英双方都开始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香港问题 为了解决香港回归后的一系列问题 邓公宣布了对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 成功打消了香港各界人士的疑虑 然而英国却仍不甘心 就这样将香港拱手归还给中国 以各种理由阻挠谈判进程 将谈判的时间一拖再拖 邓公忍无可忍 向英国下达了最后通牒 英国想通过主权换制权是行不通的 不要把路走绝了 让中国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 英国这才老老实实地派人前来进行谈判 不再坚持英国管制或共管 中英会谈取得了很大进展 然而在驻军问题上 英国仍与中国争论不休 不愿让中国军队进入香港 自己国家的领土却不能驻扎军队 这何谈国家尊严 何谈领土主权 关于这一问题 邓公的态度斩钉截铁 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 中国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可就在这谈判的关键时期 一位领导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表示 中国可以考虑不驻军香港 这番退让的话语 立即被许多别有用心的报刊拿去刊登 并被扭曲为中国将不在香港驻军 邓公文言勃然大怒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港澳记者和全国政协委员 神色庄严地宣布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 没有驻军的权利 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邓公强有力的声明 及时挽回了不良影响 使得英国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1984年12月19日 在邓公和撒切尔夫人的见证下 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声明 签字仪式正式举行 香港终于开始 正式向祖国母亲的怀抱奔来 然而邓公十分清楚 香港一天没有正式回归祖国 英国的狼子野心便一天不会撤销 因此邓公始终对香港问题高度关注 时不时就要询问香港回归的进展工作 1992年 88岁高龄的邓公 得知香港回归的方案制定完毕 立即便找到军委副主席刘华清 要求查看 这份方案虽然在和平接收方面毫无破绽 但却没有做足英国不配合的准备 邓公在审阅完后 失望地批准到 软了 在主权问题上 容不得半点疏忽和退缩 因此邓公向刘华清嘱咐了两句话 做好武力接受香港的准备 不论发生什么情况 在香港正式回归的时刻 中国军队必须进入香港 事实果然如邓公所料 1997年6月 英国致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于不顾 公然将特混海军舰队开启中国南海 面对英国的挑衅 中国海军毫不退让 与英军展开对峙 见中国的态度如此强引 英国军舰也指得灰溜溜地逃走 眼见香港回归在即 邓公增不止一次地吐露心声 我自己争取活到1997年 我还想去香港看看 遗憾的是 1997年2月19日 93岁的邓公于北京逝世 1997年7月1日 在全世界的瞩目下 五星红旗缓缓在香港升起 扩别祖国一个半世纪的香港 正是回到祖国的怀抱之中 幸好 暮而言 今天 我们会见到 里面